我入供也不是为了交朋友 但我今天必须警告你们 我魏英洛 天生脾气暴不好惹 堪称是代表最强公女 入供替姐姐冤死寻凶 一开播不到一个月 就创下30亿的点击率 稳坐今年大陆最夯的 影剧作品之一 连外国人也拿起翻译笔追剧 魏英洛 天生脾气暴不好惹 谁要是在自己外面 魏英是法罪 甚至还有网友男扮女装 演起剧重角色 演的正是这出工作剧里的 反派高贵妃 这个角色更是令人想起 七年前同样红透半边天的 这位娘娘 当时《甄嬛传》热播捧红一票演员 便是让饰演主角的孙力 身价飙涨 而之所以宫斗风潮 再次席卷而来 除了延续耳语我诈 真宠上位的宫斗叙事模式外 剧情套用在你我生活中 似乎还能说上几句 这三句话被网友票选为最佳金句 宛如职场写照 不过要能引起共鸣创话题 不单单是靠创造经典名剧 剧中的皇后娘娘 造型相当考究 头饰就用上了南京 飞夷融化 不光如此 剧中人物的服装 除了书冗客丝外 还出现手推秀 珠秀 盘金秀 点缀 达子秀 这些传统工艺作品 还原2000多年历史 素有一寸客丝 一寸金的宫廷手艺 让粉丝追剧之余 这些传统记忆也得以延续 斗争情节加上细心考究 宫斗戏再度引起共鸣 其来有志 这影片与李玉德众华报道